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题 第一题呢,它说呢 这个函数,f of x 等于 x 分之 1 那现在也叫我们把 1到 3这个区间分割成 4 个等分 求其上合还有下合 那这个 1的位置在这里 那 2,3,3的位置呢,我们就讲是它在这里 那同学,这个 1到 3 切成 4 等分 切成 4 等分 那如果这里是 1,这边是 3 那我们切的时候呢,这样子 这样子 就刚好是 4 等分 1,2,3,4 所以呢,这个分割点 它的坐标呢,就是 2 那这边是 1,2,2,2 也就是 2 分之 3 那这边是 2.5 也就是 2 分之 5 我们用分数来表达 我们用分数来表达 所以呢,这个 partition 这个分割 那我们说呢,这个 P4 这个 partition n 等于 4 分割成 4 等分了 那么它的分割点呢,就是 1 2 分之 3 再过来是 2 然后再过来是 2 然后再过来是 2 分之 5 再过来是 3 那这些呢,就是分割点 那接下来呢,上合的意思 就是说呢,你现在下去做这个面积的时候 它这些长条的面积呢,必须要超过 这里是 2 这边是分割点 这是分割点 那你在上合再做的时候呢 分割点 这个面积呢,要超过 要超过这个 这个曲线底下的面积 所以呢,这个上合呢 做出来呢,是这 4 个长条的面积 合 这 4 个长条面积合 那用来估计呢,这一条曲线 这个 y 等于 fx 等于 x 分之 1 用来估计这个曲线呢 下方的面积 那所以呢,我们说呢 这个上合 这个 u 4 这个 ups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 4 个长方形的面积 这 4 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同学,这 4 个长方形的面积呢 是什么呢 因为呢,它的这个每一个宽度 它的宽都是 1 2 它的宽都是 1 2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下去计算的时候 这样来算 这个宽度呢 因为你是把 1 到 3 这个长度 把它分割成 4 等分 所以每一等分它的宽度呢 就是 2 2 也就是 1 2 就是 1 2 那我们用 那个宽呢 分别去乘以它的这个高 那这个高是什么呢 以这个长条来说呢 第一个就是 f 1 好, f 1 你把这个 1 呢 带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求出来的就是这一段的高度 我们换个颜色 就是这一段的这个高度 那第二个长条呢 它的高度呢 是由这个点 带到这个函数里面去的 这个点带到这个函数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说呢 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把 2 分之 3 呢 带到函数里面去 求出它的 y 值呢 这个就是它的高 那接下来呢 第三个 第三个在这里 第三个长条 它的高度是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高度呢 是把那个 2 f 2 带下去 好,f 2 带下去 接下来呢 第四个长条 它的这个高度 换个颜色 在这边 好,第四个长条呢 就是这一段 好,就这个高 好,所以这个高度呢 它就是呢 f 2 分之 5 好,f 2 分之 5 好,f 2 分之 5 所以呢 这四个加起来 好,就是说 你先把这个宽 宽乘以第一个高 这就是第一个 长方形的面积 那这个宽 你乘进来 这个第二个长方形面积 那这个宽 乘上第三个 这个宽乘上第四个高度 就变成 最后这个黄色的这个 长方形面积 那这个加起来呢 就是所谓的上合 那我们把这个约分以下 它就变成2分之 1 那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 f 1 好,同学 这个f x呢 是x分之 1 我把写到这边来 这个f x呢 它是x分之 1 所以你把1带下去呢 它就是1 接下来我们把2分之 3 带下去 因为它这个函数是取导数 所以它变成加上3分之 2 然后2带下去呢 它变成2分之 1 然后2分之 5呢 带下去呢 取导数以后呢 变成5分之 2 变成5分之 2 好,变成5分之 2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数据呢 把它全部算一下 那 这个 2 3 5 它的这个 供应数呢 15 30 好,30 所以它就变成了 30分之 把它通通通分了 30分之 30 再加上第二项通分变20 那第三项通分呢 变成15 好,再过来 第四项呢 通分成30的时候 5 6 30 所以2乘6 12 好,那这个是它通分以后结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呢 这个分母哦 2乘进去变60 那这个是50 65 65再加上这个12 变成60分之 77 好,那用分数表达 那如果你要用小数表达 你就把这个除一下 那它大概是 约等于呢 1.2083 好,1.2083 好,那这个是上和 这个是上和 那么 下和是这样子 下和呢 就是呢 我们也是用这个 四个长方形 下去估计 那 1在这里 好,1在这边 那么3在这里 3在这边 那我们分割点呢 就是这样子 好,这个 分割点在这边 那下和呢 是 我们这个面积 好,不要去超过 这个曲线 好,也就是说呢 通通在这个曲线的下方 好,这样子下去算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好 所以呢 你这个下和 第一个长方形的面积呢 是由这个 2分之3 带入 好,带入到这个曲线 好,y等于x分之1 你去 2分之3 带进去算它的这个高度 好,所以我们用这个颜色来区格 这是第一个 好,第一个的高 那所以呢 下和 好,它的这个 这些长方形 长条的 它的宽度呢 也都是2分之1 都是2分之1 那我们在带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这个2分之3带进去 再加上呢 第二个分割点是2 把2带进去 那第三个分割点呢 是2分之5 好,2分之5 好,我们把这个2分之5 给它带下去 然后 最后这个分割点呢 是3 好,把3带进去 好,最后这个分割点 我们来看一下 3带下去 就是这一段的这个高度 那带到函数里面去呢 这个高乘上这个宽 乘上前面这个2分之1这个宽 就是最后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把它计算一下 那这个函数是取导数函数啊 所以它变成3分之2 加上2分之1 再加上5分之2 然后再加上呢 3分之1 好,再加3分之1 那这两个加起来呢 刚好是1 好,刚好是1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呢 这边这一体呢 它是1再加上 我们同分以后 这边变成 10分之5 加上 10分之4 就10分之9 就10分之9 所以它就等于呢 2分之1 乘上了10分之19 那也就等于呢 20分之19 20分之19 好,那这个是用下核 下去计算 那上核下核 它计算的目的呢 就是说呢 这个 我们现在是用四个长方形 去估计这个曲线底下 在这个1到3之间的这一块面积 就是说我们实际想要知道的是 这一个红色的 这一个面积 那下核呢 是用底下这四个长方形去估计 那同学都知道呢 你这个维基分基本定理 也就是下一节 还有这一节 它的主要精神就是呢 当你把这个n 把它扩大以后 放大 如果四个估计呢 它的误差很大的话呢 那你就变成 8个 12个 20个 100个 1000个 1万个 你用1万个细细的这些长条呢 去估计这个曲线底下的面积 它就会变得非常精确 比如说像这个 你如果用一个下去估计它的面积 那这个误差是很大的 但是呢 如果你用两个 它的误差就缩小了 它的误差就缩小了 那两个不够呢 就四个 四个 四个不够就八个 那100个 1000个 1万个 下去估计 所以这个n 这个n分割的数目 它是可以调整的 那n越大呢 它分割的越细 那误差也就越小 去估计这个曲线面积 它的误差就会变得越小 是对可以调整的 是对 是对